作家白鮮勇的經典著作之一 臺北人 今年出版滿五十週年 推出了精裝典藏版 而另外還有哪些重點新聞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出版滿半世紀 作家白鮮勇的經典著作 臺北人在歲月淬煉後 重新以喜氣的紅色封面呈現 書上燙金的臺北人三字 則出自書法藝術家董陽茲之手 被俄雅出版社創辦人影帝形容 讓書中的滄桑感整個浮現出來 而這三個字是白鮮勇 千挑萬選出來的 談到如何創作 他幽默地說 年紀輕輕時 為何能寫出滿紙滄桑 他也不知道 不過記得很清楚 首篇寫上海澆濟花 是在玉米田寫出來的 雲林縣因為沒有焚化廠 目前縣內每天三百二十公噸垃圾 有超過一半暫時堆滯 為了減少垃圾量 縣府呼籲民眾做好垃圾源頭減量 環保局與連鎖賣場合作 在縣內二十家賣場門市設置 代代相傳愛惜站 將在利用的購物袋整理消毒後 放置在賣場供民眾取用 期盼能達到自備 重複少用的目標 臺北市動物之家使用臨時執照長達二十一年 市議會已經通過五點八億元預算 要興建永久建物 但市長柯文哲認為造價太貴 暫緩計畫 市議員許淑華指出 在北市重大工程中 動物之家每瓶平均 單價是最低的 不滿柯市長違背政見 延宕原地改建 決定訴諸民意 發起一人一信搶救行動 記者綜合報導